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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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够促进肠道蠕动 减少大便在肠道中的停留时间 它可以有效的预防和改善便秘 所以有便秘情况的人不妨多吃一些芋头 很多人认为芋头含有丰富的淀粉 而淀粉是造成血糖高的一个主要的元素 所以血糖高的人不应该吃芋头 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虽然芋头中的淀粉含量非常的高 但是它的升糖速度是非常慢的 所以芋头属于升糖指数较低的食物 糖尿病患者或者血糖高的人是可以吃芋头的 但是因为糖尿病患者需要对自身的饮食进行严格的控制 芋头中还是含有一定的糖分 碳水化合物含量也比较高 所以糖尿病患者虽然能吃 但是一定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以防酿变引起质变 好了朋友们感谢关注整齐常识了解更多常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